我妈都认一次 我还去房而言 男女大夫干活不累吗 那你让你老婆 让你妈让你女儿去 你干不干 不是 走开骂 不是 你这个人走开骂 那我 我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有高层无烟房 而且客人再三请求 房屋部也发函说明厉害 但前台还是扣着房间补房 非要逼着这位体面的张女士 上午下午两次在走廊里怒骂 而且据我所知 张女士所在的公司 每年房间需求量可不小 他们公司就在我们酒店附近 是我们酒店的异项客户啊 梁先生 你先不要这么激动 但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你一句 现在法院判准在网上 都是公开透明的 可以在中国 裁判文书网上查看 也可以在各法院的门户 网上查看 公司招聘员工会做被调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员工跟前公司 有打官司的行为 而且你现在的工种是买方市场 你要真这么做的话 影响的是你自己 是在回你自己的前途 所以你考虑清楚一下 准备 走 喂 朱经理 505客人已经回来了 五楼领班已经跟过去 好 我马上过来 你准备好水果鲜花卡片 让二十三楼领班立刻去送 嗯 好 知道了 505客房 准备水果和鲜花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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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您好 张女士 我是酒店房屋部经理朱哲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您好 张女士 这是我的名片 首先 我只要求换个房间 另外啊 我在预定的时候 明明有备注好 我想要一个 能够晒得到太阳的无烟房 为什么现在给我一个 朝北的房间 还是一个非无烟房 不好意思 张女士 您看肯定会二十三楼 朝南无烟房怎么样 我给您找一些照片 这是二三一一五房间的照片 您过目一下 无烟楼层就好 无烟楼层就好 好 谢谢您的确认 那您收拾好行李 我叫行李员马上上来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去的 不好意思啊 张女士 我们在安排房间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给您添了麻烦 酒店决定给您升级客房 并赠送贵物费待遇 感谢您入住酒店 既然大经理亲自过来 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就不为难您了 谢谢您的理解 那您休息一下 我马上办理换房间 祝您住的愉快 通知二三楼 马上把刚取的东西 送到二三一五 然后把二三一一五的状态 改成暴行 好 那张女士 我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周共计 十次投诉 倒是凑足了十全十美啊 朱经理 你迟到了 不好意思 我刚处理了一起投诉 所以来晚了 怎么回事 正好拿来 大家现场分析一下 505的客人张女士 在一个月前 就预定了一个高层无烟房 但是在今天办理入住的时候 前台给了她一个 低层非无烟房 张女士要求换房 但前台说 没房间 请等待 于是张女士找到了 客房服务员撒起 房屋部查询了预定 发现同档次高层无烟房 有很多空房 于是发函提醒了前厅 务必要重视张女士的投诉 但等张女士 下午回来的时候 前台还是那句话 没房间 请等待 张女士回到酒店 发现没有换房 非常生气 又找到了服务员 正好我在查房 就赶去处理 我安抚了张女士以后 暂时把2315这个房间 改为维修房 让张女士搬了进去 我的处理结果是 房间升级 暂时贵宾待遇 因为要赶来开会 还没来得及汇报 前厅部怎么说 是这样 前台汇报今天确实是 有几间高层的无烟房 但是明后两天 有团队预定了不少的 高层无烟房 而且他们是我们的 签约客户 所以前台 难免就在排房的时候 有了一些侧重 在晚赶来开会之前 同档次高层无烟房 有三十七间控房 预定二十九间 其中包括那个旅游团 即使我们留出三间 已被有客人续住 还有五间空房 这样算下来 后天会有七间空房 远五零五线二三一五的客人 也在后天退房 是这样吗 朱经理你对前台的工作 真的是非常熟悉啊 全面深入了解入住预定 所有客人动态 提前做好房间准备工作 和跟进服务 细化VIP客人的特色服务 精准控制水果鲜花采购 降低需耗 压缩成本 这是我们房屋部经理的 职责所在 不值一提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有高层无烟房 而且客人再三请求 房屋部也发函说明厉害 但前台还是扣着房间不放 非要逼着这位体面的张女士 上午下午两次在走廊里弄骂 而且据我所知 张女士所在的公司 每年房间需求量可不小 他们公司就在我们酒店附近 是我们酒店的异项客户啊 上周十起投诉 餐饮与前厅 平分秋色呀 本酒店前厅作为后起直秀 投诉比例 倒是破了酒店的先例 今天的例会 我们索性剖析到底 把张女士的投诉及处理 分析之透 好好地补一补 酒店的基础服务科 主者你行吗 你真了不起 前厅才了不起呢 你怎么那么乐意 玩命去剥前厅的皮呢 我可 您好 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当然可以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您看一下怎么样 可以可以 谢谢啊 祝你们肉猪愉快啊 谢谢 我可没玩命啊 我发誓 你呀 就属于那种 桥头有人找死 你住人为乐 上去哐给人一脚那种 日心一善嘛 你等着 不就是一些什么 住房补贴嘛 下个月 工资单上节 您也知道 我就这点追求 正好有灵感 我和丁岚想了几个 新的特别好的点子 到时候跟你汇报一下 小师傅 好 你们俩正好在这儿 那个说个事 今天下班之后 你们办公室俩女孩 楼底下集合 跟车一块吃饭去 什么饭呀 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男生 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不不 男孩不用了 就缺几个女孩活跃气 什么饭呀 是个饭局 那个任务 通知到都必须去 我们不去 我们两个都不去 不是 你是准备让主任亲自过来请你 我把话扔在这儿了 我们不去陪下 谁来通知都不行 这可是个工作啊 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你刚才说 我们去的目的是活跃气氛 在饭局上活跃气氛 是不是裴校 裴校也是工作 不是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 你要是有气的话 你别冲我出啊 我我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一个传话的啊 我就是传话的 你别走 你别走 你把我们女人当什么浪 饭局陪校 哪个畜生想出来的主意啊 谁 是谁 不是 我 你敢让我们去陪校是吧 好啊 你现在白纸黑字的 发文勒令我们必须要去陪校 谁 哪个斯文败类 节操掉到底了 想出这么圈的这个主意啊 不是 我 谁啊 赶不完都脸 哎 丁伯 丁伯 来 当你也跟我们说 小范不是这意思 我以气氛而言 男女大夫干活不累吗 那你让你老婆 让你妈让你女儿去 你干不干 不是 哎 走还骂 不是 你这个人走还骂人 那我 我知道我干活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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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伯 别当回事啊 老大威武 以前这种事情是不是常有啊 都是掌握着一直比得老大们发的令 谁敢不去啊 不去 这种无理要求 公开反对 不死不休 就像我邻居阿初说的 骂到他妈都不认识 看谁还敢 不过你还是学生 没底气 你跟着我吧 你跟着我就行 嗯 以后如果你遇到 绕过我来通知你的 你都退到我身上 谢谢小师傅 可是我担心 我知道 定岗 定员 每个岗位都已经满园了 赴研究员转正不业 像我这么得罪人的话 只会离研究员越来越远 但是我不在乎 我有底气反抗 却还随大流 才是不可招数的 以后再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会议室 比较寒酸 我们在创业阶段 这比较小 其实我们经常吃饭也在这吃的 就算半个食堂了 还有直播间呢 对 这是我们一个直播间 这不是明星啊 现在就是我们公司一个职员 在这客串直播 但是呢 我们经过退流 差不多每一场场关 可以到差不多五十万左右 但如果有的时候是一些 那个比方说双十一啊 比方说八一八 有一些大的活动的话 我们会找一些明星过来直播 那差不多GME可以做到 一到两个亿 我说梁秋 咱别这么一直耗着行吗 梁秋 你再多的想法你说出来 才能共同解决的 我说你不是想变卦吧 梁秋 你去哪儿啊 别碰我啊 再碰我报警啊 去哪儿啊 这事跟你没关系 咱们那边谈 你让开 你让开 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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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总 公司当初答应给我的期权 还有虚拟股票 我既然辞职了 这些我都可以不要了 但是你得按照合理的价位 给我折算成现金 他们两个小人是决定不了 对啊 季总 就您一句话的事情 我就等着季总 您现场拍吧 不行 我就去法院立案 我比着劳动法的合同 我一条一条地告你们 我今天告你们违法加班 我明天告你们拖欠工资 梁先生 我 你先不要这么激动 但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你一句 现在法院判决在网上 都是公开透明的 可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看 也可以在各法院的门户网上查看 公司招聘员工会做被调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员工 跟前公司有打官司的行为 而且你现在的工种 是买方市场 你要真这么做的话 影响的是你自己 是在回你自己的前途 所以你考虑清楚一下 你 你出手为虐你 我在为我自己争取 也是在为你争取 大家都是打工仔 是吧 一条身上的蚂蚱 别吵 你别不识好歹啊 做资本家的走狗 梁先生 你要是等得急的话 先让我把会开完 我再跟你聊 你这是何难填 两位老总 这种场面你们见得多了吧 年轻气盛嘛 正常 老方 可以啊 看来你在我那边的人世 真是学到东西了 以前我也被威胁过 看来以后呀 我也学会了 威胁回去 没有啦 我是以前跟着公司 做过各种静止调查 所以人事的这个被调 也是一曲同工 虽然是一曲同工啊 可以前咱们谁都没想过 判决书居然可以这么用 对啊 刚才说到哪儿了 说到梦想是吧 给我五分钟时间 我去解决一下法务的问题 来 等我 不是 那是一个关系户 那你刚刚又不是 没看到情况 他明显不适合他的法务 要么我们找一个非关系户 要么直接外包得了 要么这样 把他呢先调到人事 说话婉转一点 注意方式方法 你想一下措辞 就告诉他 在人事部门有一些合同 是需要处理的 你就让他感觉 还是在做法务工作 好不好 人家是年轻人嘛 你别管什么是关系户 给点机会 行吧 那我就说 之后大量招聘需要人把关 理解一下 我也男 有些人三头六臂的 有些人实为素餐 你说 我就养这么个关系户 是无所谓啊 会不会让公司同事心寒啊 有些特别卖力工作的人 会不会气跑啊 别回头为了这么个关系户 把我这个 末位淘汰的制度给破坏了 他得不偿失 会不会啊 你说实话 让我再想点 不要再跟你说了 还有啊 你刚才看到雷总和韦总反应了 还可以啊 你别管这笔投资 咱们能不能忽悠到 他们至少下了我们应用程序以后 是不是没空打理我们了 就在那儿买买买 那上次恒令那两位也是 下完应用程序以后 我查过数据了 几乎每一天 都在我们拼命地忙上消费 你说他们怎么只有消费的冲动 没有投资的冲动呢 这不科学啊 是啊 反正你每次大奖 特奖外卖手薪之后 现场的整个氛围观点就外露了 这没办法了 就得不要脸 就得不要脸了 你这样你明天你让所有的买手 你让他们去找那个排名前二十 新资的公司 你让他们一家一家去递退 就以投资的名义 我掏不空他们的投资款 我就掏空他们个人银行存款 行 喂 老孙 喂 我跟你讲 我现在有一个外点子 露西 这是梁琼能勉强接受的补偿 这个梁琼好像还挺会用法律手段 保护自己的 对 我们得到了您的启发 回去以后呢 由我以劳动合同法 以及各种的细则反驳 他以诉讼程序反驳 这才打消了他自以为是的念头 也就接受了我们提出来的补偿数 挺好的 举一反三 你俩做得不错 下一步呢 我们要扩大招聘 所以我们这个劳动合同的格式 必须要做出针对性的修改 尤其是在保密条款 经业限制条款 股权激励条款上 以免再出现梁琼今天这种情况 下周三之前 你们把这三种条款拟好了 给我 你的任务非常地坚决 你现在就要去网上 找出已经公开的判决书 然后 从一个个案例中 找出对应职策 再找人事商量 怎么把这些 提现在我们的这个 合同条款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先挪到人事区域办公吧 你回去整理一下 自己的个人物品 等我协调好了 就通知你 我行吗 你当然能行啦 为什么不行 咱们公司现在是处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 所以给你这么多 不同的锻炼机会 多难得呀 用四个字来概括 无可替代 还有你 从普通公司的人事 到创业公司 最后我们会到 上市公司的人事 这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来讲 也是一次赌精的好机会 加油 好好干 那个 我这次一定会做好的 我一定会把握好机会的 好 那先这样 那行 让我先出去